更换水龙头 这个case呢是在Oakville 今天过来换一个水龙头 厨房水龙头 客人可能试图拧 拧不下来 然后水龙头已经买好了 是Costco的 199这款的 看一下啊 然后我也看看下面怎么回事 大概这样 可能绣住了吧 也许是谁知道呢 好就这样 这个下来了 这绣的死死的 客人之前也打过油了 也没细 刚才我弄也没细 然后没办法 用这个切割机切的 给它切下来了 没办法 只能这样 这个是十多年前的 安装了可能是 确实绣的 没有拧的余地了 已经是 好了 这个新的水龙头呢 就装好了 然后呢 这个Costco设计的不错 这个水龙头 因为为什么呢 这是热水 然后搬到前面是凉水 一切OK 然后看看 这个下面有没有漏水 检查一下 然后拉一下 自动回弹 自动回弹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说设计很好呢 原来的水龙头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对吧 然后拨到里 一般是热水 拨到外是冷水 那么这个洞呢 如果是非常靠 靠墙的话 可能就拨不进去 拨不进去 只能把这扶手呢 放到前面 或放到45度 都可以 那这个呢 设计的话 就是拨到这 它就停了 然后 这儿 拉下来 基本上是40 基本上是90度了 所以呢 一般是这儿 这儿是中间 中间挡 往这边拨湿热水 往这边拨湿凉水 这个设计的 就是考虑到了 这个打墙的原因 因素了 所以说这个不错 旧的水龙头已经废掉了 就在这儿 一会扔掉就行了 可以啊 这个水龙头挺好 摸你的 好 就这样啊 OK